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一样讲的三个功能也是一样 就是说也是草毒部分的三个功能 一样我们先follow new打开一下这样子 今天讲的功能是三个 还是一样我们可先进去草汇的界面 三个一个是形状 形状是什么意思 就对里面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对所以今天的会议上一个课好像三分钟左右就讲完 因为我都三个三个这样猜你们好理解一点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形状以后 然后就是一个剪切还有个标注 也就是说这三个掌握以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你基本上你可以 我说的太快了 你可以用那个草汇 然后去画一些简单的图形 那通常是这样子 圆形的话就是这样子 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的话是三点的 用的几率不是很高 那反正就先圆形就这样子 基本上选好一个地方 然后一拉对中心出发到外围 然后这里也是方形对吧 方形就这个对吧 形状工具嘛 也就是说所有形状我都会跟你讲 那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方形的 对然后呢再下来 这样子还有什么呢 对这些啊什么的这个还有这个 对就是这种叫什么柱状型吗还是什么对 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形状工具 还有哪一个这个 那这个是椭圆形啊 这个你们自己去试吧 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多边形 多边形会比较那个 算那个时候这个可以开始教你们接触 那我首先一点你就能发现 我能是呃这样子拉了一个形 对吧 那这里你们看 这里有一个菜单 这个是一个内容菜单 就说你们所有的以后所有东西 要修改的时候的一个界面 就是说修改的任何一个工具块 他都会在这里出现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一个五边形的 哎你看这一改了 3 哎你看了都会改 那能不能我一开始设定好了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反正就像我先我先把所有东西给关掉 然后这样一点 哎你看对这里就会了 直线工具那些会不会了也会 直线工具你你一点的时候对你看 可以这样子 对啊就是说那个做结构线的一个意思啊 对的 他这里就是123455个形状工具 呃会基本上这五个没有别的了 真的不骗你们 好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讲一个 呃我一直拉形状的时候 就用方形来试吧 方形比较简单 通常呢所有东西都会你看这个箭头 对吧 我们都有看到这个箭头是怎么回事 对一个零零点 就是说坐标上面的零零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随便拉个方形吧对吧 然后这里你看哎这有些一个 这我们现在已经讲第二个功能了 第二个功能是这样子 哎你看这里为什么有两个黑线 黑线就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已经被定义了 什么叫已经被定义 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那那我们现在这个东西的定义什么 你看到这有个小点哎你闲嘴意思 那这个小点不是说他被定义了 是说他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或什么样的内容 哎你看这蓝色的 对我可随便去挪动 那黑色呢哎你看不能三项挪动 只能挪长长短 这是什么为什么对 刚刚我们从零零点开始 也就是说他永远这个脚三四个脚 有一个脚一定是贴着零零点的人懂吧 那这样子我们再下来 呃呃讲到如果是说他这个尺寸 这个长度我呃尺寸怎么办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对的 所有炒汇都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标注 哎你看标注好 哎你看对50通常就会把那个数 你懂得44.55 然后什么哎弄得漂亮一点对吧 哎你看我我现在限制了他们两个的宽度了 哎你看所以这个也被定义了 能懂能懂吧这个很清楚吧 也就是说所有的算力草图 如果是说你比如说有时候你画的 可能是我现在画一个方形都要呃一个草图对吧 然后这里再定义几次对吧 然后再下来我拉成实体对吧 我把它变成实体以后 那这里都好几遍了 那其实你画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是这个这个动作 它是重复很多很多遍的 所以说有你一个草图有没有定义好 然后会很影响你下面的 有时候一改然后下面跟着一起改 会很方便 没定义好 基本上呃可以准备报效 那现在我想把整个一起定义好行吗 行没问题我这个我再设一个50呗 你当然40可以吗 40一样可以啊 反正你给他设一个死数了 我现在你怎么挪也挪不动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得贴着这个 我们这里设置好一个 然后长度左右的上两边的长度 我们都限制好了 所以说他必须得要这么大 他不能被改变就是这样子 好的那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那个我们在在这里 哎对放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变成一个点的时候 你们可以试一下哎我这时候 哎在在这里或者我这样 你看有辅助像什么的 Sonyverse有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哎我想画 刚刚你们记得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行 对吧 记得吧 呃当然这些都可以被标注的 哎我还是哎点错了哎你看都可以被标注的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慢慢玩啊 然后呢再下来是这样子 哎这几个我想把画 就刚刚我画那个行吗 那我们也把这边画了吧 哎你看那这时候中间的能不能去掉了 我们全选上 哎你看到哎好奇怪 没错的 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今天讲的第三个工具 剪切工具 哎这里 对再再再剪一下哎你会看到哎怎么办呢 你看那个形状出来了 然后呢但是你看所有的那个绝对定义没有了 那怎么办 那比如说那我们同时选上两个点 哎你看到左边的菜单 对所有东西的就是说细节上深度化修改 哪一下这边是横向发展的上面这个菜单 下面这个这边的这个块是深度发展的 这么去理解 然后你看到我这两个点对吧 我先把它平行对吧 保证他们两个先平行 然后呢这里是50对吧 那50的时候我们我们再把这个点给它垂直了 必须在同一个垂直线上 也就是说它只能上下 但它不能那个 当然这里我们也先先定好它一个高度了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设定一个圆形 圆形的话啊 当然可是是啊对设定它一个半斤 半斤的话25对你看我们也给它定义下来 定下来以后然后这里在这两根线哎 你看到号阶用什么对 这种就tangent就是说相切哎 你看到哎完全就这个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这个时候它能不能绝对 也不能的对 所以说有时候要把所有事情都一定好 比如说我现在我我保证他们两个是就是说相切的 也就是说是一定一定要一个顺的面 然后呢再下来呃 这里它一定是25 然后再在这里一定50 那那这里这个怎么定义了 对这里其实有很多的 你看app relation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关系 那这样子我现在要两个equal相等哎 你看绝对定义了就这么简单 这种定义呃你们要多画你们现在可以这样子 我玩玩不同的图形对吧 然后我我们都试一下这个fix 就是说反正就是倒立美学吧 我一定就要这样子 他一定就只能这样子去这么简单啊 所以呢大概就这样子 那你们今天学到不止三个工具 还学到一个一点点的小小软件的一个逻辑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你们会看得到对画个形 这样子就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槽图 就这样子全黑色的好 让你看到一些绿色小点点这种有不同的关系 是吧 好的 那个今天要讲的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有什么想问的再深层一点的 可以叫我微信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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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